《風神三部曲》 《風神三部曲》是一部神話實實類型的電影 音樂的形態也應該有相對匹配它的方式 用浪漫主義的風格處理它的配樂部分 能夠呈現出音商時期的音樂形態和音樂演奏的場面 這在視覺和聲音的角度來說 都是前所未見和前所未聽到過的 導演他想用瓦格納德歌劇的那個方式 每一個角色他都有自己的專屬的主題 這個在現在中國的電影配樂裡面 可能也不是特別多見的 《英雄主題》 然後他第二個就是他的親情的主題 在《英雄主題》的這個方面 其實還是重管樂的 情感主題 我們是需要用笛子來呈現的 古樸為壯 同時又有力量感 有交響樂的那種磅礡的力量 細膩的感情表達 同時呢 在音色上面又帶著中國樂器的一些質地 我們採用語錄音的方式 上海錄的鼓 成都錄的是熏 北定錄的聲的裙奏 特別有意思的是 我們在中國 郭瑞他們去美國的市區 有倫敦的市區 艾爾的那個錄音棚 是一個教堂改變的 你能從那個玻璃看到外面的那個光 我們在這兒是深夜 他們那兒呢 開始是白色的光 郭瑞他們那兒呢 也是那個大白光 然後慢慢慢慢地 倫敦那邊就變成傍晚了 然後郭瑞他們變成中午了 那是兩點 兩點是十五點 倫敦剛才也是傍晚 現在已經全黑了 很神奇 就是我們在不同的市區 但是我們幹了同一件事 我認為這就是那一刻 是那一刻 當你能聽到你的音樂 來自生的音樂 這應該是我的音樂的最大的 一刻 在我的音樂生命中 在虛世內 重新創作一個 我們想像中的 三千年以前的 音商時期的音樂型態 雙王的登基彈套 用到了最大規模的樂隊配置 它是在一個廣場上面 然後它四面的樂手是200度 古代的聲音比較有特色 全聲的演奏 它有一個比較輝煌的 歌頌式的 這麼一個銀色的特點 傳統聲現在已經非常少了 傳統聲有的全部都拿來 三十個人一塊兒吹的 一個聲的一個顏色 《祭祀》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用歌的方式 找到詩經裡面的 《商宋》的這個詞 男生的這個低音群唱呢 特別低 聲音的聲音特別高 它整個聲音是一個非常立體的 給人一種莊嚴的一種實感 《商朝》只有在文字記錄上 才有的祭祀的一些內容 天降玄鳥這樣子的一個 這種故事 然後去把它用舞蹈來提醒出來 要一個更瘋狂一點點的 做大大動 大大動 有傷苦的時候那種神秘感 《商王陰獸》它打的是一個駝骨 速度非常快 難度非常高 這種活動性能動作嗎 要不然 雖然是國王 它也不是一個 死板 圍卡的那個池 我們參考了 終於出土的那個池的樣子 定的是一個 僵義小調的一個笛子 聽起來就比較古朴一些 它其實比較有一個 呼喚的一個感覺 《智慈》 《智慈》戰舞非常有血性 編駁還有像柱 什麼之前在視覺上沒有表現過 其實我們專門為這個電影 來視覺上還原 然後在聲音上面去想像 通過別的樂器來模仿它的音色 為了體現它的力量感 所以我們基本上弦樂器 全部用掃弦的方式 出門打仗的那種遺事感 在編排上陣列感比較多的形式變化 體現智子們應有彪悍的那一面 跟他們情緒高昂的爆發力 一樣五跟七 再有力量一點好不好 我們始終是有正小的 非常的辛苦 但小夥子們都挺興奮的 那場戲是他們第一次 集體地完成一場戲 真的是史無前例的 這樣的一個細緻 電影是非常美麗的 所以我希望讓音樂 是更美麗的 像電影的一種 通過音樂和音色 來塑造古代的一個氛圍 在這個電影裡面 能夠呈現出 我們對古典世界的想像 這樣的一種音樂的情境 我覺得是一個挺大的突破